新的有一位确诊的患者 那死亡 虽然连29天没本土个案 但指挥中心宣布 新增一例死亡 是案197 40多岁男性 就算用了叶克膜 还是因为多重器官衰竭 不幸病逝 前段确实他的病况 变坏得非常快 中间有一段时间 看起来他的呼吸 或是血氧的状况 其实是有在改善当中 可是因为其他的病发症 而造成后续的 这样的一个败血性休克 案197才40多岁 3月中从美国返台 3月19号发病 21号就医 24号确诊 4天后就因为呼吸喘 转到加湖病房 使用叶克膜治疗 但使用时间太长 容易有并发症 最终因多重器官衰竭 在5月10号病逝 而他的太太 在同时发病 却在4月11号顺利出院 案197 美慢性病又不是长者 为何救不回来 检测他血中的细胞基础 都是非常非常的高 那就是典型的细胞基础 风暴的状况 肺炎变得非常厉害 那连使用护青剂 都没办法维持 就必须要使用到叶克膜 专家推测 这可能归因于 免疫系统的细胞基础 风暴 针对病毒的免疫反应 过于强烈 反而攻击肺部健康 让患者最终败给并发症 不幸病逝 留下遗憾 三层陈佑荣 SMG小组 台北报道 进去 高兴疫